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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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色的在御前财政会议上点评着他的内阁成员 你们有的是云 有的是水 都是忠臣 没有奸臣 聊聊几句话 便摆平了 刚才还见把弩张 针锋相对的严派 严松 严世凡和渝王集团 徐阶 高拱 张居正 明朝那些事的作者 当年音乐曾描述家境绝顶聪明 欲沉与鼓掌之间 不过 看似宫允 温和的家境等欲忙的人走后 冲着严松 严世凡父子低声问了一句 你们说 谁是周云义的后台 家境帝的内心其实很阴暗 当初贵为皇室宗心的朱厚聪 自幼在父亲的殉郊下饱多诗书 1521年他的唐哥 明武宗朱厚赵豹王 又没有子嗣 朱厚聪竟被选为皇帝 继承皇位 于是 一个15岁的少年 辗转从湖北封地来到北京紫禁城 朱厚聪即位后 坚持尊自己的生父 新宪王朱又元为先皇 而内阁和朝臣大都认为 朱厚聪英案传统礼法 过继给驾东的朱厚赵 并尊明武宗为父 大礼仪之争 前前后后长达三年之久 终于在嘉境三年 1524年得以了断 面对聚集在紫禁城左顺门 太和门东侧的两三百大声好呼 以制止嘉境改制的朝臣 朱厚聪采用了极端手段 为首的八名高官夏赵玉 四品以上官员停奉 五品以下一百三十四名官员遭停障 其中十六人被当场打死 嘉境帝 为自己的家族赢得了正统地位 追尊朱又元为瑞宗 可能是早年丧父 缺乏安全感的缘故 少年天子朱厚聪内心的恐惧 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抚慰自己的良药是求道 炼丹 专制和权谋 朱厚聪最新鱼 道教 为求长生 他竟抽取宫女精血来炼丹药 将这些奴婢折磨得死去活来 终于在嘉境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遭遇人吟宫殿 险些被反抗的宫女 勒死在紫禁城一昆宫 从此 嘉境离开了皇宫 躲进了西院 再也未曾上朝 玉溪宫相当于世宗的离宫 不仅是涉谈求仙的道场 还时不时间做办公室 会议室 大多数朝臣再也不曾见到龙岩 只有内阁的少数人能够靠近皇帝 但每次新药城上写好的青词 被皇帝焚烧后送入天宫 诸后冲通过内阁首府严嵩管理国家 钳制百官 任凭严是父子把持朝纲 抓人 杀人 用人 明知严党探末成性 镇压朝臣 鱼肉百姓 嘉境地却仍认为 严嵩再怎么折腾 也不过市镇的奴徒 换一个 可能还不如他呢 大明王朝1566的作者刘和平 在原著中曾写道 任何一句话 你不说出来便是那句话的主人 你说了出来便是那句话的奴隶 让内阁说去 让司里坚说去 让他们揣摩着自己的意愿去实施 深居简出的嘉境 每天都在与外面的世界躲猫猫 他依靠特务机构 宦官集团的暗中监视 洞察一切 却只是乐此不疲地玩弄着拳柄 拉一派 打一派 世宗与任何极权的封建统治者都一样 他们凭借嘉天下的绝对权威 旷日持久的 在政治游戏中 维护自己最高宗主的地位 但内心深处 嘉境却没有丝毫的自信 平静与安宁 对一丝一毫的不敬与反驳 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承受力 嘉境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春节前 一份笔锋犀利 洋洋洒洒的奏章 成递到诸侯聪面前 平日道貌黯然 庄腔坐视了嘉境地突然色变 像丧家犬一样 匍匐在挤岸前 狂吠着 别让他跑了 快把他抓起来 这份名垂史册的治安书的作者 就是当时的户部主是海瑞 海刚锋在奏书中痛斥这个政治隐形 二十余年 荒淫无度到家家接近的昏庸之君 海瑞的死见触动了专治者的软肋 民生不作为 二十年来 嘉境朝延续前朝的海迹 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生灵涂炭 不知断了多少渔民的营生 原本为防御海盗的禁海令 几乎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海洋入侵 很多生计无常的中国人 加入了沃寇的行列中 烧杀抢掠自己的同胞 失踪听任严党 皇室兼并土地 剥削百姓与文官集团做交易 从中牟利 然后大兴土木 穷奢吉语 嘉境地无视苍生 挥霍无度的劣迹 直接污染了文官集团的风气 即便是抗国总指挥 时任这只总督的封疆大力胡东姐 也昂以抗国军需为名向民庭施压 塑料军饷 粮草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公保私盲 如将忽辱真身安官场之道 他摊墨资财很大程度上 是适应水质清则无余的潜规则 与朝野大成一片 眼前明永灵的灵恩门是清乾隆 时期后修的 规格比明朝初见时缩小了很多 据说到了乾隆朝 明贵的大木料几乎被乾朝采拔殆尽 连乾隆自己的灵墓修建都成了问题 于是 清廷便借修善明十三灵的机会 从永灵到用了很多木材 加进扩大灵体面积的结果 竟然让后世的乾隆帝开了永 明世宗地下永灵 恐怕会再次不顾求先学到的尊重 狠狠地丢掉包裹周身的道袍 肆意地发作一通 作者简介 赵刚 Andrew 北京城市广播特聘教育专家 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特邀留学培训师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 曾长期担任英国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 撰写出版留学的逻辑 到英国去等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